范蒂岡圣伯多禄广场涌现十万人出席本堵十六式葬礼 包括全球教友各地高阶神职人员 还有各国驻教廷使节团以及官方代表团 由于教廷是台湾在欧洲唯一地劫正式邦交的主权实体 我国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担任特使 陈建仁在教廷理官引导下入座特使专区 他代表蔡英文总统 台湾政府及民众 向负责接待的教廷官员表达哀悼之意 教廷官员也向陈建仁表示 感谢台湾各界对于前教宗本堵十六式丧礼的重视 六百多年来第一名退位的教宗 罕见由现任教宗来送行 方济各主持安魂弥撒 亲手按压本堵十六式的官果 祷告送这名故人最后一程 仪式接近尾声时 外围观理民众用意大利语 高喊Santo Spito 也就是利极丰盛的意思 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2005年葬礼上 也有人喊这句话 由此可以看出天主教徒 对于本堵十六式的肯定 本堵十六式出生于德国 有不少德国的天主教徒特地到罗马送行 本堵十六式将安藏在圣伯多禄大教堂下方 常年于教宗领悟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